何寬山武嶺標示牌被貼紙給攻線 也讓小編忍無可忍 發問呼籲別當老鼠屎 熱門旅遊打卡景點武嶺告示牌 近期是被大量遊客的團貼貼紙給攻線 貼得密密麻麻 不但是難以清除 而且還影響美觀 斑駁的咖啡色告示牌 被五顏六色的貼紙攻線 仔細看看詮釋各式各樣的團貼 甚至還有俱樂部貼紙 就像是另類的到此一遊 民眾看了都覺得很誇張 有點太自私 以這裡當作是他的家的感覺 上面貼貼紙是不是很沒有功德性 當然是啊 怎麼說呢 破壞環境啊 南投河換山武嶺亭 時常有遊客聚集 先前監視器感才被貼得亂七八糟 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清除 沒想到近期遊客轉移目標 貼滿武嶺標示牌 有臉書粉專小編 看不下去PO文指出亂象 這貼紙不但破壞美觀 還超難清除 忍不住酸說 民眾如果想貼 可以把自己的臉貼好貼滿 呼籲遊客別當破壞環境的老鼠市 而且這行為也已經觸發 河換山最丟臉風景又重演 目前已經派員清除 只希望民眾能發揮功德心 守護國家公園內的環境 記者曾入成南投報導